君子无所征 必也设乎 一让儿生 下儿隐其征也君子 其实这个就典型的说明了 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君子是没有什么可征的 所以你一征就变小人了 那道家也是这样 水善力万物而不征 那儒家他说必也设乎 就是如果说还真的有那么点征的话 那就说这个设 就是这个设箭的这个 但是你看一让儿生 下儿隐 你看他争的时候也是君子 彭老师他做了一个国家级的项目 最近刚结了项 他把相社里整个给他复原了 那时候我们再看的时候 那个感受你就清楚了 彭老师是在布鲁塞尔 他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那边给展示过 然后就是查尔斯王子 他看了一个片段以后非常有感触 后来他们是专门找清华的那个团队呢 去做了交流 那彭老师呢 他在演讲的时候就讲了这个过程 就是说你这个什么叫做一让儿生 在这个相社里之前的话呢 他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这个饮酒的一个这个过程 然后的话呢就是在什么情况下 谁唱哪一个歌 就是都是诗经里头的歌了 堂下的人怎么唱 堂上的人这个这段呢是关于父子和 这个这个父子子孝的 这个是夫夫和气的 然后再合唱 在这个完了以后呢 就是上去射箭 射箭以后是 你先要做一互相哈 然后这个然后这个射赢了的这个人呢 一定是现在我们武术也是这样的 一定对对方说承让 承让的意思是 哎呀那个您肯定比我厉害哈 今天你是让着我呢 你为什么今天输了呢 大概你身体状况不太好 所以你要喝一杯酒 那古代那个酒是有药性的作用的 所以您要那个补充一下哈 你看这是让着我的 这样是输了的人喝酒 这样的话呢 你想那个人已经赢了 赢了的人一定是要保持低调 不要太开心了吧 然后这个输了的人呢 反正我也有面子 我还喝到了一杯酒 中国的文化的目的不是为了赢 是和呀平衡啊 然后我和我学生讲 然后那个彭老师说什么 他说你看现在那个西方的话呢 就像整个欧洲他们这个 就玩那个World Cup 就是那个世界杯足球 那个大奖杯是什么 大奖杯其实就是古代的酒杯啊 它是酒杯的象征 就是赢了的人你已经赢了 你还又捧了个大奖杯 然后你还又嗷嗷的叫 难怪到最后的时候都发生了 那个 你就不情恒了嘛 对吧 好事都让你占了 这不就是安老师说的那个 就是叫做什么 Zero Thumb的那个游戏嘛 零和游戏 你一旦赢了好处都你得了 你赢了你就低调就讲声 敲门声的就行了呗 对吧 你还大声的叫 所以他就是说 这个这个整个 其实我们现在还是这样的呀 就是我们现在 我是因为学了这个一多不分以后 我才理解了 我们学校每年都要办一次运动会 其实老师们呢都好抱怨的说 每年呢我们都要排练一个多月 为这个北大的这个运动会呢 我们排练一个多月 全校的老师全要排练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跳一个集体的一个 不是集体操了 但是集体的一个活动 我们每次都说 这今年弄完了 那你就别变了呗 明年还是这个吧 不是的 我们今年的话呢 都是太极拳 明年都是太极剑 后年呢全打腰鼓 北大老师有年打腰鼓 而且是每一个系都都做这件事啊 所以你那段时间 你在学校的任何一个角落走 这儿一团 这是社会学系在练腰鼓的 那儿一团是这个这个汉语学院 在练腰鼓的 全部都在做 然后呢这个运动会 运动会其实上星期五就开始了 然后每年呢 我们的老师都要在星期六的早上 一大早五点多就起来 因为我们要到北大去入场 就排练 然后我们就在那儿一边聊天一边 我上了这个一多部分以后 我才明白了这里头的这个关节 也就是说 我们在北大开这运动会的时候 根本的意思就不在于那个运动 哪个系得了第一名了 谁都不知道哪个系得了第一名 我们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开幕式 大家想想看 北京奥运会是不是也开幕式最重要啊 就是开幕式要准备好长时间啊 那我们这个运动会的时候呢 大家呢全体的人 无论你是什么哲学系 你还是学校的食堂的 你还是学校幼儿园的 北大富小的 全部让我们大家一年有一次确定 我们是一个整体 所以呢我们一般在那儿的时候就会看 哇那个系进来了 哇你看中文系 今年买了这个衣服 哇中文系的人每人还拿了一只鸽子 到了主席台都放开了 大家就在这个时候确认你是一个整体啊 这就是关系 所以你说这不是在弄关系吗 你要不明白的话 而且呢不是光北大 后来呢 那个我们 我的好多朋友说 谁家里不是有好多套的那个运动鞋呀 还有好多套的那个运动衣服啊 都是这样 就是每一个单位都有这样一个活动啊 包括像他们学校啊 这个运动会之前像他们的附中啊什么的 他运动会之前 开幕式他是开幕什么的 我原来讲过田仙他们的那个开幕式 他们是给30多个班级啊 每个班级分的一个主题啊 你的班级是点女巴补天的 你是盘古开天 你是大雨治水 你是中秋节 你是丹午节 你是什么 后来我就听他们的校长讲一次话 他们说 说是这个开运动会 为什么去把这些 弄上这些节日了 弄上这些盘古开天 弄上这些了 这个跟运动会有什么关系 完了他们那个校长就说 这个大雨治水 盘古开天 夸父逐日 这就是一种精神 自强不息的精神 我们运动的精神就是这样啊 这就是人文和天文 这个身和心啊 我当时在上面一听就 哇这就是一多部分 所以真的是啊 就我们的这个禁忌 可不光是禁忌 我觉得就真的是说 真的是渗透到了 我们生活的很多很多的方面 就是这样 还有就是田老师 那个罗兰老师问了一个问题说 中西比较哲学这个专业 是不是一般大学都有 有吧 有些大学也有 但是呢 我觉得从比较中西哲学来讲 有一种传统的比较中西哲学 传统的中西比较哲学呢 就是用西方的概念 来衡量中国 是不是中国也有 中国有呢 也不如原装的好 中国没有呢 那就说明中国文化 好像更不如西方 过去是那样一种 比较的方法 安老师叫做不对称的比较 那个 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比较中西哲学 是上世纪三十年代 西方学者 像李约瑟啦 像葛兰岩啦 一批学者 渐渐的 这个形成了 一个 整体性的比较中西 这个整个传统的 结构上的比较的 这样一种 比较方法 这个比较方法 就是还有一些中国的学者 像像唐君毅 一开始也做了比较哲学 提出了一个一多不分的说法 安老师 他正是在这样一个西方 这个这个学术的 新领域 那个前沿性的 这个中西哲学比较的 这种这种 学术当中 系统的 搞出来一套新的 比较中西哲学的方法论 就是我刚才说的 我们经常提的 一多部分和一多二元 这一种新的 比较哲学的方法论 所以这个 其他的大学里边 虽然有 比较中西哲学 但是大部分 是那样的比较哲学 像安老师的 这个比较哲学呢 慢慢的也在 有些大学 有些安老师的学生呢 也在学校里 开了这些 这些门课 所以现在这个学科呢 这个比较中西哲学的方法呢 还是处于在一个 逐渐发展 和逐渐传播的过程当中 所以是在这个阶段当中 因为我是安老师的学生 我在夏威夷 待了将近二十年 是吧 反正我们这个 就是一块来做一个团队 来介绍安老师的 比较哲学方法论 所以我呢 也是觉得 安老师这个 比较哲学方法 是今后世界 世界上的 文化的新秩序 世界的中西文化的 将来的互相理解和走向 是必须要有这样一套 新的比较中西哲学的方法 要从整体上 结构上 去进行 比较 而不是拿出一个词汇来 你中国有自由吗 你中国有民主吗 不是这样的 用西方的一些概念去 套中国的思想 有呢 就好像也不是原砖的 没有呢 也认为 那这个中国文化不咋地 他没有这种文化 所以人们在讲 文化软实力的时候 也是这样一种 简单的 用西方的东西 来讲软实力 好像有自由民主人权 这些东西的 就是他的软实力所在 就是他强势文化的所在 你中国文化 没有这个东西 你 你在 你就没有软实力 你根本就起不来 他是那种比较方法 是吧 我们今天那种比较方法 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从整体上去看 是把西方看成一个 根据他本身的情况 这个这个特别是 安老师跟郝大为 他们写了一个 Anticipating China 那样的一本书 那里很系统地 讲解了西方的哲学 可以概括出来的一个 一多二元的这么一个 说法 英文叫做 Transcendentalism Dualism 这样一个说法 中国文化呢 跟他比照之下呢 就得出了一个 像 唐君以前说出来的 那个 一多不分的这个东西 所以是在这样的 安老师有一个 很重要的概念 叫做 文化阐释预定 就是一个 一多不分的预定 和一个 一多二元的预定 这个是 安老师比较哲学的 一个核心的理念 是一个 是他的一个 根本的方法论 我们只要是 运用这样的一个 文化与环境当中 去进行比较的话 我们就会有一个 非常恰当的 这个 得到对两种文化 这个彼此的 这个理解的恰当性 从结构上理解 比较恰当 也非常有效 也非常有效 所以是在这个意义上 这个尽管大学里边 有传统的 这样的比较哲学 但是那个传统的 比较哲学 不但没有帮我们 解决问题 反而给我们 带来了更多的困惑 现在呢 安老师这个 比较哲学呢 正在 安老师也教课 有些安老师的学生 也在开这门课 我们这些团队 也在中国范围之内 也在 也在设这种课程 现在的形式 是这样一种形式 这个可以讲清楚 比较哲学 跟比较哲学 是不太一样的 你简单的 用一些个相似性 和差别性来比较 就是那种简单的 那个那个 你比如说吧 如果你要想 戴口罩是 不好的 那个要讲自由嘛 就不戴口罩 这个就很简单 就分出来 这也是一种文化比较啊 你这文化比较 就简单的 产生一个 一多二元的效果 戴口罩的文化 就是不咋地的 不戴口罩的文化 就是非常 丑上自由的 你这种话语 就形成了 所以安老师的 比较哲学 不是这种简单的 不对称的比较 而是一种 整体性的比较 而且之间不是说 两个文明之间的 这个这个 二元对立的冲突的 冲突性 而是说 而这个两种文化 一多二元和一多部分之间 互相的交流性 和互相吸取性 是从这个角度去说的 他我觉得 是在这个意义上 是我们未来的一个 这种比较哲学的发展前途 我这样理解 谢谢田老师 也许今后可以提供一份 一直更新的清单 把这些大学的名称 就是这种意义上面的 就是安老师 这个体系下的 这个专业的 这个大学 能够提供给我们 因为有的时候 像我们接触的 美国学生的话 他有一些是对这个 可能是感兴趣的 那尤其是像 做老师的话 有的时候 影响力还是有点影响力 可以适当的给他引导一下 也许他就走上这条路了 但是因为对大学所开的 哪些大学开的是那种 传统的 哪些是现在前卫的 这种安老师 我们不是很清楚 就知道这样一个 就是比较哲学 也许会误导他 所以也许最保险 就是直接跑到夏威夷 或者是跑到中国 上田老师的课 安老师经常谈到这个问题 经常谈到什么是传统的比较 什么是新的整体的比较 他会谈到一些学校 谈到一些学者的各种各样的情况 我将来收集一下这些方面的情况 咱们将来可以交流 谢谢谢谢田老师 那个田达老师打开了 那个 请田老师来 本家你们两位 那个就是刚才我听那个田老师 在讲那个中国文化那个要义 我觉得特别就是我对 我对这个文化的要义认识 又更加深刻了 然后我就回想我就是前一段时间 首先听赵老师的那个讲座 然后赵老师提到了 就是我们读经典 就是就是培养孩子们读经典 就是不但要了解那个中国的古代的哲学 或者说中国古代的一些文化 然后赵老师当时还提到了 要了解当今的中国和当今的文化 那后来杜宝瑞老师来 然后杜宝瑞老师又提到了 就是我们怎么把那个当 就是所读的经典运用到这个 就是运用到这个当今的生活中来 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次让我感觉 就是田老师又来 就是又让我觉得 就除了把经典运用到这个生活中来 又加深了 就比如说当时我们读经典的经典的时候 就是想着可能是让孩子去传承一些中国的文化 就是中国的 就刚才老师说的那些精华和糟粕之的 所谓的精华 这可能是最开始的初衷 那后来就是 后来我们读了经典以后 尤其是深入了读了 大人深入了几本以后 陪着孩子读了几本之后 就是能了解到这个经典的 深刻的 就像刚才老师说 这个文化的要义 这个整体的要义 这个是跟每一本经典都是如是道 或者就是经典都密不可分的 那我就想 我现在我听了 今天我听了您的讲座 然后我就又理解 就是说 因为您刚才说这个比较哲学 因为 然后就是为了培养我们这些孩子 因为我除了自己有孩子 然后也会带一些学生 有些学生也是从小到大都有 那为了就是作为老师 就是觉得有一份责任 就是让让他们就像您说的 要立志 让孩子们 尤其是海外的一些孩子们 就因为海外的这些环境 毕竟没有中国那么的 不能说学术吧 就是没有那么的没有那么的那些分 就是学习的氛围 就是没有那么的 没有那么的深刻 所以我就很想 就是 就我的我的我的问题吧 或者说我的一个想法就是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首先我们先在孩子们小的时候 因为海外这个特殊的环境 就是我们要把经典 中国的经典先植入在孩子们的脑海之中 然后等他们大一点之后 就是刚才小黄老师也提到 他们会接受一些外来的 不管是不是美国的 就是一些 就是不同的声音 那我们那 那那个那那时候 可能他们就会有 在内心中有一些冲突 文化上的冲突 那我们现在如果家长在学了 这个一多不分 然后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智慧 去让这些冲突 在他们的心中 化解 然后把这个冲突 嗯 演变成一个能够就是融合的 就通就是不是那种 就像您说的 不是那种 嗯 对立性的比较 而是嗯 带着交流和融合的 这个意义上的比较 然后让他们自己去 化解 让就是让这些学生 嗯 以这种方法来让他们立志 去面对更开阔 有更开阔的视野 然后就是在让让他们就是在中西汇通这方面做出生华 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想问一下这种想法是不是合理啊 啊 我觉得是这么回事 是这么回事 因为那个孩子到了西方那种环境之下 那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说什么 嗯 在那个环境当中 这个你本身的文化积淀 一定要有才行 我我原来是我的儿子我也给他送到美国去了啊 那个是11岁就送到美国去了 我现在回过想来 嗯 那个就觉得这种作法不太妥当 因为那个孩子在那种环境之下 嗯 他没有中国文化的积淀 他必然会是接受了西方的一些东西 啊 而且 这个他再回到中国的环境当中来 就会非常困难 啊 所以有有这个东西 所以我一直后来想就是说 中国的孩子最好是在大学毕业之后 到西方去学习 这是一个 因为已经文化积淀已经有了啊 但是作为咱们已经在国外的 或者是在国外这个生的孩子们 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背诵经典 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途径 这个背诵经典 因为他们没在中国环境之下生活 但是他们背诵经典 等于是给他思想当中植入了中国文化的积淀 尽管他不懂 只是背而已 但是随着他的年纪的长大 随着他受到西方影响 植入了跟自己学的那个经典 很不一样的东西 产生困惑的时候 我们这个时候 给他加上新的 这个这个这个 看问题的方法 就是中西比较的方法 让他来在自己的头脑中 化解这种 文化在他头脑中 产生出来的这种 不协和而产生出来自己的困惑 我觉得只能这样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如果这孩子很有悟性 随着年纪增长 随着咱们家长给他讲 这个中西文化的东西 他非常有悟性 而且觉得非常感兴趣 而且意识到这个把这个中西文化 讲清楚的重要性 他将来自己会朝这方面去发展 他自己就去会寻找 这个这个学术上 像安老师这样的西方学者 去寻求这方面的 更系统的 比较中西的这个方法 来不仅解决了自己的问题 还为这个 整个的这样一种文化的 这个这个 由于全球化 这个文化 搅和在一块产生出来一些问题 他等于是 在这个 现实面前 可以做出一些自己的贡献 我觉得 是这样一种思路 而且 而且现在正是这个时候 整个的国际形势 整个的中国 这个经济各个方面的崛起 中国文化的崛起 这个一多二元的这种 尤其是个人主义意识形态 产生出来这些问题 都给了我们一种 非常好的 外部的整个 这个形式上的 有利条件 我们更能做这样的工作 我是这么想 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谢谢 好 谢谢田丹老师 谢谢那个田老师的 那个今天我们大大赚了一笔 要超时了整整一个小时 我估计线上 如果还有问题的话 可以发到群里面 我们还可以再 这样就 还有理由再请那个田老师回来 元旦在即的话 祝田老师 还有各位 那个团队的小伙伴们 我看你们真的是充满了朝气 让我们今天的智慧 我也是第一次见面 也很高兴看到了王老师 还有那个田老师的几位 小朋友们 都在幕后帮忙 祝大家 祝大家元旦 愉快 也希望像那个田老师 安老师 还有像杜宝瑞老师 能够永远年轻 活跃在讲台上面 让我们经常能够 能够听到 听到您的那个教导 也很感谢那个赵延峰老师 赵老师简直就是 我不敢用妈妈这个字 因为我们年龄差不多 但是它是我们海外华人的眼睛 也是我们的耳朵 所以他走到哪里 我们跟到哪里 真的没错 这一路走过来的话 收获蛮多的 所以这也是 我代表所有群里的朋友们 向各位老师表示感恩 现在屏幕上出现的智慧 我们的孙老师 要不你就来做一个总结 刚才大家回头看回放的 那个小儿童 就是孙老师刚才在幕后 默默的在 在奋斗的一开始 解决了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孙老师你要不把麦打开来 最后也说两句 我也没什么说的 就是感谢刚才那个小儿童出现了点问题 然后王老师一直帮解决 对 然后大家然后也挺辛苦的 没有别的了 默老师 这个就是刚才提问题的那位老师 就是王金元老师 他是杜老师的团队的 他是杜宝瑞老师团队的 那其实上我们 对 其实上 其实上我们说呢 就是说杜老师的那个东西呢 就是 大家已经都听过了 就是如是道啊 整个的他在包括墨家呀 包括法家 他都是用人生六遥 是在哪一个阶段 这是最 这是最好的一种 一多不分的一种 一种实践 所以我是发现 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 共同的之处 那也真的是 我自己觉得呢 我们每个家长也好 我们就只要安定心 在这里呢 好好的发愿 然后就是有我们的 强大的愿力 然后我们好好的用功 就做好目前的这些东西 我自己相信呢 人要有愿力的时候 一定会 你到一定的阶段 就会有一个人出现 嗯 就是 我怎么说呢 就是 啊 所谓的水到渠成吧 嗯 所以大家也不用 啊 不用慌乱什么的啊 现在世界的整个的疫情呀 情绪都不是特别 这个情绪不是特别好 但是我们因为是学儒家的东西 学道家学佛家 我们本来就知道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啊 在什么情况下 我们就做什么事 反正福西获之所以 获西福之所福 对吧 所以 中国文化是有这种化危危机的 而且我们也希望 嗯 那个我们将来的孩子呢 也会有更多的一种发展 是我 我想起来一件事情是 嗯 现在 现在安老师呢 安乐哲老师啊 他不是在夏威夷 但他当然现在人在夏威夷 但是他的身份呢 是北京大学的特聘教授 嗯 所以他是在北大开课的 嗯 那 我这个学期的有一个学生 他是法国学生 他真的就已经是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棒啊 嗯 那么 他对很多的问题的这种认识啊 理解啊都很深刻啊 那他在碰到我之前呢 他一定已经做过了很多很多的积累 嗯 可是他自己其实并不知道 他他要做什么呢 那他今年呢 又是正好有疫情 他在北大这边的话呢 是需要找一个啊 指导教师的 那就正好呢 他就上我的课啊 他特别特别喜欢的老师呢 就是安老师啊 所以我上课的时候 正好就讲到安老师的东西 他就很兴奋 他说安老师 他说我就特别想要跟着这位老师 那所以我就帮他做推荐啊 那安老师就 后来我说 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 怎么说呢 possibility 可以 您可以来接收他啊 然后安老师说 因为你写的这么好的推荐 我怎么会说不可以呢 啊 所以我的这个学生就非常非常开心啊 啊 他就是 所以我从这点上面呢 有两个想法 一个想法是说 你只需要关注你现在目前正在做的事情 你碰到的每一个人 那不是偶然的 一定是你的人生的轨迹上面就该到了这样 像我们今天这样的大家在一起 就是你 你已经成长到了一个过程 所以你就能听到这么 这么深的这种学问了啊 然后 嗯 还有呢 就是说 的的确确呢 西方的完全没有华裔背景的这些学生们呢 成长起来了 所以我们华人的子弟啊 我们就要更加更加的 我每次都想我们的子弟在这个方面是 呃 是是要有优势的啊 不可以把我们的优势变成了劣势 嗯 那其实在西方当然是很难 但是呢 大家不要忽略了一个 特别大的大家的优势 嗯 在西方的环境 学习中国文化 或者是我们的孩子成长是难的 但是他们有这样的父母 这就是他们最大的因缘 嗯 所以呢 这个因缘真的是 也是个人的 怎么说呢 个人的 个人的这种福分吧 啊 所以呢 就是我们能碰到这么多的好老师啊 嗯 哎 真的我觉得都是天意啊 我真的是这种挺相信这个的啊 嗯 所以 既然大家走到一起 我就觉得 今年呢 2020年呢 对全世界来说是这么困难的年 但是对我们来说呢 说不定是开启什么样的机缘 也未可惜哈 我们就希望呢 大家好好的把孩子们培养起来 我们真的最后能完成哈 我们希望的那个目标 啊 嗯 我们